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这种游戏的董哥 在进入阿贝多的视频之前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聊一聊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关于原生的双复刻 聊一聊我对原生接下来卡池的看法 目前从官方公布的情报来看 2.3就是阿贝多跟优拉打头阵嘛 接下来就是武郎跟荒隆一斗了 这些已经是既定的现实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准备好了 在思考着到底是抽优拉还是抽阿贝多对不对 但是历史是在不断重演的嘛 你抽了优拉或者阿贝多 其实就意味着你会在2.4错过一个角色 因为对于普通的月卡玩家或者是无科党之类的 你不可能就利用着荒隆一斗的时间来斩一个大保底之类的 对吧 所以接下来你就得做一个抉择了 现在的问题是2.4是春节的版本 各位最早在2.0的结束之前 我就在那里预测嘛 我说2.2不克很有可能是葡萄加甘雨 那个时候甚至2.2是不是双复刻的版本都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结果我只猜中了胡桃一个人 那确实公子的突然复刻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吧 我在2.1的时候就知道了2.2要复刻公子嘛 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了 于是当时我就说了 如果错过了2.2这个timing的话 甘雨势必要捏到春节的 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视频 老观众应该记得吧 你们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随着优拉阿贝多的双复刻 事情就这样浮上了水面了 看起来也越来越清晰了 接下来2.4就是春节版本了 你们想想双复刻有一次就肯定有两次的呀 2.4是春节版本 那大概率就是三个都是李悦人了 而且2.3这个版本 你可以看到 优拉跟阿贝多都在雪山的剧情里面都挺活跃的 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一点端倪 那就是复刻的版本啊 多半以后复刻的角色都会有对应的剧情的 而且双复刻的话 两个角色做成一个剧情 这样也就比较的有效率 众所周知吧 之前很多角色复刻是没有任何剧情的 就直接空降那样的 所以就导致了有很多玩家的不满和节奏 原生这个团队也是在进步的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慢慢的去改正自己的努力的方向了 说不定以后角色的复刻啊 这两个两个一出 他们相对的就比较好去安排那些故事和剧情了 每一个角色复刻的时候都要讲一个故事 可能他们也要考虑到产能上的问题 对不对 那如果同时复刻两个角色的话 会不会产能就没有这么吃紧了呢 从这些细节 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些更有用的信息 那就是复刻的两个角色多半是有一点关联的 不然你连故事都凑不起来 我就打个比方吧 以后如果双复刻绝对不可能出现 萧公加温迪的这一种双复刻 因为这两个角色你无论如何要去凑故事都是非常生硬的 然后呢你只安排萧公的剧情的话 那肯定要有一点节奏的 因为你很明显的在冷落温迪嘛 反之亦然 我相信米哈游的策划虽然挺坏的 但是不蠢 不至于做这种事情 嗯不对啊 他们挺喜欢恶心玩家的 说着说着我就好像没有信心了 那我们就假设米哈游的策划们都是逻辑比较正常的正常人的话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中推测出2.3很有可能是同时复刻萧跟甘雨 并且是跟这两位仙人都有关联的故事 是不是说到这里很多人就心头一紧了 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预测的啦 也不是说就我一个人这样去想 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2.4很有可能是三个礼乐人 因为是春节的版本嘛 关于这个第三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目前并没有任何的信息 很多人猜测他可能是 对吧 甘雨的老干妈 甘雨的老干妈是谁啊 我一点都不知道耶 但是我们可以从角色的语音看到有几个卫星角色在里面 一个叫云锦 一个叫神鹤 关于这个第三人目前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信息的 就我在QQ群里面听到的消息就是网上盛传 甘雨的这个老干妈呀是个兵系的角色 而目前为止呀 兵系的角色不外乎就只有四个走向 第一就是辅助型的角色 第二就是纯兵流的主C 第三就是融化型的主C 第四就是物理型的兵C 我们就假设2.4真的上来一个兵系的角色吧 新的角色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各位你认为甘雨的老干妈具体是哪一种类型的角色呢 来来来5秒钟时间521 我相信眼明的人都看出来了吧 目前三大兵C在竞速版上面表现猛的不行的三个兵C 其实都是刚好对应着后面三种分类的 首先我来聊聊我的看法吧 2.4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融化型的兵C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你在甘雨的版本上限一个跟甘雨定位上 重叠的角色一个全新的角色啊 你是策划你会做这么蠢的事情吗 我不是说了吗 米哈游的策划们他们可能有一点坏 但是一点都不蠢的 这个被刺自己的操作应该就太烧了一点 那么他有可能是辅助型的角色吗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定程度上靠谱的 但是如果他不是辅助型的角色的话 那他就只可能是纯冰C或者是物理C了 我相信很多人在社区里面都看到过这种说法 就是2.4可能会上线一个冰系的物理型主C 董哥我得先说一声就是这种完全是猜测 这个东西不一定靠谱 但是你去想一想 优拉已经复刻完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能上一个新的物理型主C了 嗯这些都是社区的一种声音了 我也是在群里面听到的而已 所以大家拿着手上的票的时候 还是得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你现在不仅仅是要考虑2.3的角色的事情了 你可能还要再考虑2.4的事情了 在这两个版本之中做一个抉择 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你还没有想想2.5会是什么角色呢 我们如果按照前面的逻辑继续往下推的话 优拉之后的下一个角色到底是谁呢 在排队复刻的是谁呢 没错是风源万叶 如果是万叶的话 你们可以去想一想 那个版本多半就是到期版本了 对不对 我们知道八重神子已经登场了很久了 但是还没有时装嘛 我们也知道他大概率是要时装的 那么就有意思了呀 风源万叶之后的下一个到期人又是谁呢 就是神里灵华 如果2.5他给你万叶神里再加八重的话 哎呀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想象到此时此刻 策划们脸上猥瘦的笑容了 2.4给你搞一个消干与干妈 然后再给你紧接着就是万叶神里再加上八重 哎你别觉得这就完了啊 我也是听说的2.6将会是神里的好哥哥 这一切都是猜测了 但是2.4跟2.5都是在春节前后的 米哈又是什么意思 大家听得懂吧 红包都收到了 各位亲门不来一波为爱买单嘛 当然啦大家不要紧张这一切都是猜测 我们知道米哈又策划都是好人 说不定2.5他给你开两个复刻池子 然后复刻公子A和公子B对吧 两个卡池都是复刻公子给大家喘一口气什么的 呵呵呵呵呵你们相信他们是这样的好人吗 这个时候在看视频的策划就点了一下头说可以的就这样安排 一个会二段跳的风系公子另外一个会放阴吹雪的冰公子对吧 我前面那些猜想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啊 双复刻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好事 但是他也不仅是好事 如今池子的循环速度正在加速啊 月卡党玩家就更加需要精打细算自己手上的原石 去考虑要不要为了老角色为爱买单了 因为你往前一看在排队的都是什么甘雨神里和万叶 他开了一个双复刻的头你2.3还敢乱花原始吗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比较博爱啊 就这个是老婆那个也是老婆什么的 所以接下来可能你就要从老婆之中选一个比较老婆的老婆了 自己先有个底还是好事 事实上在甘雨和肖之后 他同时复刻钟离跟万叶我都不是特别意外的 因为公子已经进行了第三轮复刻了 应该说第三轮up 那么钟离作为同版本登场的五星角色 你说他已经叙事待发了也完全不为过 万叶也是黎月的老熟人了 他现在不是住在北斗的船队上面吗 故事好安排的一批 而且他用的不就是黎月的天赋书吗 这个不像温迪跟肖公应急在一起的感觉啊 怎么样我是不是越说越恐怖吗 在胡桃宣布复刻之后 各大社区的舆论可谓是相当恐怖的 那个造势的夸张程度让我有一点看不懂老师说 我当时也是尝试在给胡桃的一命的必要性 以及护魔的必要性降降温 我当时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胡桃的一命怎么可能比一个新的甘雨和审礼还重要呢 你现在审礼跟甘雨还没完了 他后面还有可能给你接着万叶跟钟离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资源有限的玩家 这四个角色你又相对比较缺的话 你本来可以打两个 但是因为胡桃的一命你现在只能抽一个了 因为就算你手持着240发也只是一个人保底对不对 剩下的都要看脸的 我相信再自新的人只要稍微玩的手游时间长一点 都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不歪吧 这些还只是说了四个复刻的人物啊 不要忘了中间还有甘雨的老干妈和雷电的小闺蜜啊 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人权角色哎 但是事实是现在深渊已经人均胡桃一命了 护魔之杖拿上去也美滋滋 流水也是爆棚啊我为原神感到开心 但是我也希望很多资源有限的旅行者 有时候想事情可以更加冷静一点理性一点啊 你真的喜欢胡桃这个角色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了 抽都抽了喜欢就行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在官方官宣双复刻的那一瞬间上线的那个视频里面就这样说了 我是光速赶出来的视频啊 以后米哈优的策划可能给你来个连着人权角色复刻的这种套路 我那个时候说出这种话可绝对不是单纯的猜测或者伟言耸听啊 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现在你就算正常的顺序复刻后面都很有可能是甘雨万叶神里跟钟离连着一起出现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节点上面该插队的角色都已经复刻了 接下来就是名正言顺的给你复刻人权角色连着来哦 这一切都是巧合你不能怪我的 现在能够复刻的人不就这么几个了吗 哎呦居然刚刚好还是春节前后呀 这真是美妙的巧合哦 你看我模仿策划是不是模仿的很像吗 如果策划真的是像某些人所迷恋的那种好人的话 他完全可以把公子跟星海又给你拉出来给大家喘喘气 你觉得他们会吗 这个双复刻机制肯定是对玩家有利的 但是硬币都有两面性的 你可以更快的有机会得到万叶 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很有可能会失去八重了 然后你仔细去一想 你还得担心剩下的四个人要怎么办 然后你居然还抽了武器池子 所以如果你是入坑比较晚的萌星的话 你缺这个人权卡又缺那个人权卡 那我建议你玩游戏真的要玩的佛系一点 深渊其实不一定要打满星的这个游戏 只不过深渊作为一个人物欲成的最终目标之一 很多人玩深渊也不是为了那六百元时吧对吧 单纯的就是游戏它有一个设定的关卡 你就想去完成单纯的就是为了这种成就感嘛 你就好像你去收集宝可梦的图鉴那样 你收集满了有用吗没用的呀 给你什么了任天当给你发人民币了没有的呀 所以大家也大可不必老是去想什么哎呦你打满星就六百元是什么的 人家打满星就不是为了原始 非常幸运的呢是米哈又在这个阶段仍然没有开放神愿的第三队呀 所以如果你是个萌星玩家的话 我建议你就抽这么一两个人权角色就可以了 剩下的还是要以自己的XP为主 你比如说你喜欢神里对吧 那万叶就是很关键的角色了嘛 中里反而都是可有可无的 你如果只有灵命神里还拿个锻造武器的话 没有万叶真的很难受的 你神里猫猫一队嘛 另外一队你可能就雷国队之类的 你这样想想好像中里他确实再好用也跟你没啥太大的关系的 所以你别看人权角色好像都是人权角色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规划的 所谓的人权要建立在自己喜欢的角色上面去抽 做好规划没必要觉得自己全都要 这个过程你可能需要提升自己的游戏理解 如果你上网去随便到处看的话 你可能就给自己压力了 就觉得中里也一定要抽的对吧 其实还真不一定 就比如说你今天来看我的视频了 赶紧关注上以后 我就会多给你讲这种有含金量的信息对吧 相反如果你对万叶的那边的需求不是很大的话 中里他又可以自己在另外照顾一队 大幅度降低你玩深渊时候的压力 我觉得现在原神已经足够多的优秀的角色 已经可以让你有选择性的去抽自己印象更好的人权角色了 打通打满深渊都是任何一个原神玩家要经历的过程 哼我是指有这个动力的人而言吧 要当闲鱼当然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了 你应该以这个为目标 而不是以这个当成自己工作的指标什么的给自己压力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了 我们玩游戏呢 目标就是解开游戏这个谜题 解开这个游戏的方程式 我觉得这是很早以前我们在玩单机游戏时的那一份初心 而这个解密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会比较长 我跟你说原神这个游戏你肯定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因为圣遗物和四星武器之类的资源不是你一个月两个月就能累积起来的嘛 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会感到一些挫折的 但是如果到了最后呢 如果你用自己喜欢的角色啊打通了深渊的话 我跟你说这个成就感是很强的 我觉得各位XP党也大可不必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 喜欢研究战术跟深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老实说我觉得不管是550元时还是600元时都称不上是奖励 你们知道人民币是可以买元时的 但是元时是不能买人民币的 我觉得玩游戏真正有趣的是你去解密的这个过程 而不是他发给你的那一点无聊的数据啊 我觉得当你以为他给你的那一点元时是真正的奖励的时候就已经输了 那你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在纯粹的玩游戏了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啊 原生这游戏动不动就长草两个月 已经有很多观众跑来跟我抱怨了 说董哥你长草期绝对不能脱根呀 你一脱根我饭就吃不香了 跑步也跑不动了 长草期你不更新就真的很无聊 我可能要退坑了 对吧你动不动就长草两个月 又没有新老婆 给你整一点那种没有营养的四三九九小游戏 再给你穿插着几段十二家的剧情 说句不好听的 你这个连续两三个月长草啊 不是这个强度系统在这里独木支撑着这个热度 那怕是玩家流失的更严重了 你说你要是剧情给力一点也就算了 对吧搞几段十八家的剧情 嗯我是指价值观上面深度上面的十八家剧情 大家不要对吧想歪了 玩游戏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 跟自己的目标这个没有谁是更高级的 你主线剧情这么不稳定还不让人家讨论强度嘛对吧 你就好像我的性格我去玩宝可梦 我也是强度党呀 我是PVP天梯选手好吗 你这种打天梯的PVP强度党 怎么能够理解我们收集图件的浪漫 是不是很真实吧 所以说嘛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玩游戏的方式 我只是想在这里建议一下 有这个志愿想要向着星辰和深渊的旅行者们 复刻再充满我们都可以慢慢去走 深渊的镜头还早着呢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突然官宣优拉要复刻之后 都产生了负面情绪啊 这种负面情绪多半是来自于对未来的焦虑啊 我前面也跟你分析过了 你这个焦虑是有道理的 非常有道理的很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没什么 玩游戏的方式自然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不变的宗旨就是不能让游戏影响了生活 他连着来的人权结色再多啊 深渊大不了再晚一点满心呗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么一两期突然满心不了了 那就多来看看我的视频 在你喜欢的角色里面挑一些合适的战术 学一学 这两期没有满以后找回来就是了 你这样往后退想一步的话 策划们在这里瞎折腾卡吃的顺序 对你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